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相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帶大家瞭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關注的議題 那我們在看這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也希望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 更好做更多的報導 以及更深入的討論 也讓我們一起可以聽見微小的聲音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部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看的這個紀錄片 我們在節目當中 其實在上次談聽海勇的時候 就大致上講過這一部片子 叫做遊島製島 遊島製島其實是在台灣 其實相對是比較少數會去談一些 在二戰時期 那如果從台灣的角度來講 就是我們好像熟知 但是其實又非常陌生的 這個叫做台籍日本兵的這個概念 或者這樣一個群體 所以我自己在看這部片子的時候 其實蠻感動也蠻震撼的 另外一部分也可以知道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覺得對當代的台灣社會 特別是我們在談所謂的轉型 正義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可以忽略的面向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就來邀請到這部片子的導演 廖克巴 廖導演來跟我們一起來分享跟討論 克巴你好 管老師好 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謝謝克巴來跟我們做這個分享 那我想這部片子其實蠻長的 大概五個多小時 在台灣很少有這樣一個規格的紀錄片 然後這部片子其實也在談一個有關二戰時期 這個所謂的南亞或是東南亞 或是華人社會的一個狀況 可不可以請你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一部片子 然後一開始你就規劃要去談五個小時嗎 OK 其實這部片子我最早規劃的時候 像我過去片子一樣 我只是規劃90分鐘 那一開始是因為我看了藍士奇老師教授 好幾篇的論文有談到就是在二戰期間 在東南亞或香港同事經商或生活的 就是移民到海外的這些台灣人 那在二戰一爆發的時候 因為台灣人的身份馬上就被 因為當時大部分東南國家都是 歐洲的殖民地 荷蘭 英國的殖民地 那很自然的這些台灣人就被視為是敵國的殖民 因為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那台灣人就被當作是日本人 那就隨著跟所有的日本人一樣 就被集結 然後就被通攻所有的他們的財產 然後從他們的原生地強迫千里到印度或者到澳洲的集中營去生活 那我最早其實就拍了這些台灣人好幾年的時間 那這當中我就同時也在做 因為我在拍我上一部作品《野番茄》的時候 是我第一次接觸台籍日本兵 然後我開始拍攝台籍日本兵 那作為在馬來西亞長大的 其實我們長久的同長輩 就一直在告訴我們說 在日本侵略星馬期間 日本軍隊的多麼的殘暴 那當時我在採訪台籍日本兵的時候 我心裡就有很大的衝突 然後以及台灣對於怎麼去接受 或者去想 記得日本的殖民這件事情 跟星馬 東奈亞的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在拍海外台灣人的同時 我就同時的也在做台籍日本兵更多的研究 那也因為這樣我才發現了更多的 台籍日本兵 當時在所謂的東奈亞的這個戰爭中的射入程度 以及台灣作為南境基地的參與程度 那我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片子就已經慢慢的延伸越來越長 那其實本來兩個半小時 其實就足以把海外台灣人 跟所謂的射入這件事情是 某方面的談論清楚 可是其實我拍了兩個半小時的時候 我有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讓 我就把這片子給一些 我身邊的台灣年輕人看 那很多年輕人看完以後 其實 因為我們在談的是一個 我們的祖父輩可能參與的某些戰爭犯罪 那很多年輕人會覺得說 你想拍這些東西跟我們說是要證明什麼 就是一種看劇 那我那時 因為我在做資料整理跟填調的時候 其實我也看了很多 在德國的歷史教育 他們怎麼讓年輕世代 記憶 德國的在二戰時的角色這件事情 那時我就發現 我片子也許不應該只停留在兩個半小時 這也是為什麼我片子的結構 前兩個半小時比較著重在介紹 讓大家知道台灣作為一個地方 以及一些人在東南亞扮演的角色 但是後面的兩個半小時就比較深入去討論說 OK今天我們知道了這些事情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些事 知道了這些歷史 我們怎麼去思辨它 我們怎麼去思辨這些事情 以及我們透過這個思辨可以怎麼形塑 也許我們自己或者我們未來會是怎麼樣 那是為什麼它變成五小時的演員 所以其實一開始就是一個比較單純的 去要談台籍日本兵的那種狀況 然後收集了一些資料 然後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給一些台灣的年輕人看了之後 會產生某種的這種抗拒感 你覺得他們為什麼這些年輕人 會覺得在看這部片子的時候 會有那樣的抗拒感 我覺得其實這是相當很人性的 而且是很正常的反應 因為其實即使到 我們比如說其實即使到了今天 德國教育在教導年輕人說 我們曾經在二戰參與了屠殺猶太人 而且是這麼的打規模的 非常不人道的 沒人性的 我想任何人 其實這不是只是台灣年輕人的問題 我作為一個馬來西亞人 如果今天 我有一天知道我的祖父被曾經參與某些 那麼沒人性的屠殺 雖然我還不至於說是直接參與 甚至可能只是膀胱目睹在現場 那作為一個年輕人 我覺得很自然的我們不希望 總沒有人希望自己的祖父被 是比較是站在加害的那一方 我們很常都會希望我們的祖父被 是比較站在無辜或者是受害的那一方 這是我們整個大環境的論述 很常有的覺得說應該站在那一邊 那很自然的作為人 情緒上就是會想要抗拒這件事情 那這個抗拒很容易 如果這個抗拒再沒有一個很好的引導 或者說繼續思辨下去的話 其實它很容易造成另一波的極端 也就是說其實你給我們看到的台籍日本兵 跟我們過去台灣人理解台籍日本兵 是有一些落差的 而這個落差其實簡單來講 我們過去就常說在電視劇裡面看到說 這些人去南洋當兵 然後去台籍日本兵 但是去南洋做了什麼 其實大家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然後偶爾會看到是這個台籍日本兵 然後可能漂流到某個孤島之後 然後他回到台灣 然後有一些非常神奇傳奇的故事 所以這大概是很多台灣人對這些理解 但是你這部片子裡面似乎 沒有那麼的簡單 沒有那麼的單純 其實就好像這個聽海勇的那樣 連續劇當中會看到台籍日本兵 在裡面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掙扎的角色 或是很多衝突跟矛盾 可不可以請你再跟我們稍微更多談一下 就是就你所知 或是在影片裡面看到的台籍日本兵 到底他在東南亞有什麼樣的行為 會讓一些台灣的民眾感覺到 不舒服或者是東南亞的一些民眾看到 聽到台籍日本兵 可能也會有某種的情緒的反應 那當然有些人會說 其實台灣的這些人不是正式的軍人 那你好像對他有很多的指責 他們其實也是協助而已 或者是說他可能也不算是有正式的軍階 你怎麼去 這片裡面怎麼去談台籍日本兵 這樣一個角色呢 是其實我在拍這部片的時候 當然我有看了好多的 包括台灣的歷史學者做的論述 然後台灣很常 當然台灣很常會有一個說法就是 因為當最初去到東南亞的士兵 其實他們不是真正的士兵 他們是軍夫 然後他們並沒有持槍 他們並沒有受過正式的士兵的訓練 其實他們有受一些基本的軍械訓練 然後他們去到東南亞 那老實說我們回看 像我在那個新加坡檔案館裡面 我們必須知道侵略馬來亞跟新加坡的這場戰役 是對日軍來說某方面是抱有某些僥倖 因為他們並沒有想到他們可以這麼快速的 就擊敗英軍然後直接打到新加坡 然後到了新加坡的時候 其實他們面臨軍火可能短缺的問題 所以他必須在兩三天內攻下整個新加坡 在我們看到所有的口述 回去看當時的日本士兵的口述 以及英軍這方面的口述 你就知道在戰爭的現場 其實並沒有在分所謂的士兵跟軍服 因為侵略新加坡這件事情 是他必須動用所有的人力上戰場 那我再回看 其實NHK也訪問過好幾位 所以當時有參與到新加坡侵略的軍服 其實你看NHK訪問他們說 士兵本身在那個現場 他們也沒有那麼覺得說我是軍服 去士兵 因為他拿了槍 而且他可以證明他可以戰鬥 對他們來說是反而是一個證明 我是有用的人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其實我覺得在去戰爭前 他的確是有差別的 就是因為軍接的關係 可是到了現場的時候 戰爭的那個結果 戰爭所造成的那些後果 他其實是共有的 共同分擋的 某種程度也算是整個所謂的共犯結構的一環 對對 其實當時你看當時 新加坡的受難者的口述 新加坡80年代做了很多的口述 然後我在檔案館聽的這些口述 因為他們是從馬來西亞的北部登陸 一路往新加坡 他們第一次對日本兵的印象就是又張又臭 因為他們花了很長的時間 騎腳車從北到南 這樣來到馬來西亞的南部 然後就開始會殺人 然後會強暴啊什麼 那第一次的時候他們是匆匆掠過的 但是當他們攻打了新加坡以後 確定已經佔領了整個新加坡跟馬來西亞以後 那後來就是他們的屠殺是往回走的 然後以新加坡為起點 在新加坡就進行開始了肅清 肅清的意思是因為當時日本的確會覺得 因為當時的海外華人非常支持中日戰爭 站在中國這一邊就是會捐款給中國 然後會支持中國抗日 那其實日本帝國很早就覺得我們必須要 某方面就對付海外華人 那佔領了新加坡以後就開始肅清 然後就屠殺了很多的華人 然後屠殺的路徑其實是從新加坡 往馬來西亞北部走的 所以當當地老百姓第二次碰到日軍的時候 就是來屠殺的 對 那他的路徑就這樣 所以其實從當地的人來講 他不會區分到底有什麼不同 從一個戰爭的過程當中 也許一開始會有軍階 或者是政治跟非政治的差別 但是在那個情況底下 事實上你可能是共同辦結構的一部分 甚至你可能因為某種的這種資訊或者是洗腦好了 或是某種的情緒情感 你也會產生某種的效忠行為 我覺得這個裡面其實在 如果我看過聽還有朋友 你就看到那個三兄弟裡面有很多 要證明他是一個日本人 或是證明他是一個軍官 證明他可以的那種情緒情感 其實也都在裡面是慢慢的展現出來 我自己看你這部片子事實上 是在台北電影節的會外賽 就是有社會公益獎 那因為我們當時去擔任評審 也看了這部片子 我看完這部片子事實上我有四個結論 我就如果要所謂簡單歸納 四個重點的話 大概就是所謂的選擇 對話沉默還有共犯 那我覺得這四個大概是 我自己對你這部片子下的一些關鍵字 那也許我們待會就可以 從這幾個不同面向來做一些思考跟討論 那我們知道這個戰爭 看起來是一個國家跟國家之間的衝突 可是事實上在這過程當中 人民也是一種不管是主動也好 或是被動也好 是被捲入在這樣的一個當中 那我一般看待戰爭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概就會講說是一種選擇 是一種所謂的加害者跟被害者的關係 當然從一個被侵略者 他當然就會覺得是一個被害者 侵略者可能是一個加害者 可是好像事情沒有那麼的簡單 事實上應該是更複雜的 就是說就像你會提到說 在片裡面會有人想要說 他是被害者 他也是加害者 那甚至你有一句話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對任何人來說 記得自己是受害者 而不是加害者 是比較容易的事情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一種思考 這樣的一個表達 是表示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做選擇嗎 還是我們可以去選擇 故意要去遺忘某些事情呢 其實我們必須要有能力去想像戰爭的複雜度 戰爭牽扯的不是只是士兵 牽扯的包括透過戰爭經營生意的人 然後在戰爭的環境底下怎麼求存的人 然後帶來到一般老百姓 我會說記得自己受害者是比較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眾的論述 大家其實很多時候選擇這樣的角度去看歷史 其實是比較安全方便情緒感 其實不只是台灣 就連是所謂的馬來西亞的華人群體 很多時候 當然我們的確是在肅清在屠殺當中 很多華人被屠殺了 那我們很多時候去回想或者去紀念 二戰的記憶的時候 也是就想說所有華人都是受害者 但事實上整個你看日本在 新馬各地經營的衛養所衛養府的經營 其實都牽扯到當地人的參與 衛養所的老闆是誰是當地人 衛養所要找當地女孩 是誰可以指出這些女孩住在哪裡 就是某方面他還是會牽扯到某些人進入這個共犯結構 那在台灣的部分 台灣的部分你看他是作為 我們要知道因為台灣作為南競基地 這個在整個所謂的大東亞戰爭裡面的角色是蠻關鍵的 其實因為日本在 日本帝國在華南地區已經先試驗性向海南島華南地區 先試驗性使用台灣作為翻譯這件事情 在這些地方的所謂的統治或者掠奪是可以成功的 讓他們才有更大的一個信心說我們可以往南洋去 這是為什麼其實像片子裡面也提到 在還沒發動大東亞戰爭以前 其實他們已經收集了他們想要屠殺的人的名單 那我們就要問這些屠殺的人的名單 他是怎麼收集到的 他怎麼那麼快的有這些資訊 而且包括士兵怎麼 其實我們看市政信的回憶錄裡面 他們怎麼知道他們在熱帶作戰 需要做哪些裝備 然後士兵要怎麼行軍 士兵要注意哪些疾病這些 其實很多都台灣作為其中一個基地 然後也包括一些東亞其他國家他們去試驗 找到這些確定這場戰要怎麼打 然後他們才去大東亞去戰爭 那我覺得這種選擇性記憶是人之殘情 老實說就是我們很容易會選擇 寧願我們是受害者 因為受害者比較無辜 但其實這兩個身份是他不必然是隔絕的 你在受害者的同時也有可能是加害者 我們剛剛說在馬來西亞的一些 把一些女孩交出來 在整個更大環境下 他的確是整個侵略的受害者 但是受害者之間也要必須競爭生存 那受害者競爭生存的時候 在某些時候危害到你的生命 或危害到你生存的時候 你可能就選擇投靠的加害 可是如果從一個系統性的角度來看 就是有所謂的選擇 不管你是一種主動或是被動選擇 如果從一個系統的角度 他就是一個你可能是所有的人 都可能是一個加害者 可是從一個主動跟被動的角度來講 成為一個加害者 他可能還是有程度上面的差別 就是說我今天可能是被迫捲進去的 或是我的生存而捲進去的 那或者是我可能為了個人利益去捲進去的 那這樣子會不會也會是另外一種的選擇 或是另外一種的簡化呢 就是好像這些人應該還是有一些差別嗎 就是說即使我們要判一個人有罪 我們還可以看得到那個加害的罪 還是因為你的主動跟被動摄入程度上面 還是有一些不同啊 對我覺得他當然是有不同的 我們今天說如果說戰爭犯罪 他有加一點點不同的等級的那個戰爭犯罪 那像我們有說所謂的有意圖的惡 或者是隨機的惡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今天我們討論當然是有不同 而且但是我們今天討論說 如果說台籍的參與比較多是隨機的惡 就是到了戰爭現場 他被迫這樣的環境下 他必須做某些選擇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討論 對我來說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隨機的惡的時候 他其實不在於符絕於你是台灣人日本人或馬俠的 可是任何一個人擺在那個環境下的時候 他就必須做某些選擇 對 那我覺得我們要小心 我覺得我們要小心某些時候在討論惡葬的論述 或者敘事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有試圖說 台灣人其實要比其他人善良 我們台灣人沒有比其他族群善良 也沒有比其他族群邪惡 任何一個不同國籍的人 任何一個民族的人 擺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他就必須做一個選擇跟矛盾跟心情 我們今天說台灣士兵在當軍夫要殺俘虜的時候 他有心理矛盾就糾結 日本士兵沒有吧 日本當士兵的那些日本人 他們也不是很多是平民很窮的人 然後被洗腦效忠然後去參與 但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小心 就是在討論二戰的時候 四夫切割說 台灣人比較怎麼樣 日本人比較怎麼樣 馬來西亞華人比較怎麼樣 沒有這回事 沒錯 當我們談犯罪的時候 其實我們針對的是個體 我們不能說有所謂的集體的罪這件事 那個德國總理 其中一任德國總理就提過這件事情 當我們說犯罪的時候 我們必須去談每個人的脈絡 每個人他遇到了什麼事情 而不是去想像說 有集體的罪這件事情 這是我覺得我們 而且這樣也會讓我們變成說 我們有時候會想像 一個集體是同質的一群人 但事實上不是 就連台灣群體 他的其實所謂的台灣群體 我剛說了有些海外台灣人 台積日本兵 其實他們的差異性是非常大的 我覺得這蠻重要 就是說我們常常會所謂的好人跟壞人 我們通常會選擇是一個被害的好人 但是我們好像把某種的加害者 就全部歸類成為壞人 可是我們不希望 但是我們不希望別人很集體性的看我們自己 我們恐怕也不能夠集體性的看對方 就是一個人在一個大的架構底下 大的脈絡底下 可能是一種軟弱的 或是他可能是去某種的存在很多很多的擔憂 跟他不得不得去做這種選擇 那這部片子其實我覺得很好看的地方就是 他非常的立體化 他不會是單純的告訴我什麼叫好人跟壞人 這也是我們在看很多這種有關於戰爭 或是有關於討論轉型正義上面 一個很大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告訴我們 其實每一個都有很多的細節跟立體化 那這部片子除了剛剛談到選擇之外 我覺得沉默也是這部片子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自己在影片當中去反覆提問說 這個台灣士兵是在那裡看到了什麼 或做了什麼嗎 然後讓他們今天變成沉默的人 或是變成一個沉默的盒子 或是一個沉默的空罐頭 你用盒子跟空罐頭來去做這樣的行動 我覺得蠻有趣的 但是這個所謂的沉默也不是只有台灣 就是在很多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他們可能不講話 或是很多鏡頭當中他就突然間不語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影像敘事上面的真實也是某種的留白 那在不同的人他在面對這種惡戰的時候 不同的社會他們是怎麼樣去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沉默 那為什麼會有他們是如何的造成自己的沉默呢 我覺得我們今天如果討論這個沉默 這件事情包括我在片子裡面 其實像老師也聽得出 其實我是抱著某種生氣 有點生氣的一個語氣 但我覺得台灣是一個 相對的是一個特別的一個案例 因為我們必須說因為台灣在二戰以後 我們經歷了惡霸 經歷了反射空步 那整個在高壓的狀態下 其實並不允許很多的社群有機會 自由發聲的這個權力 那我所謂的這個沉默其實是相對比較的 因為如果我們說雖然日本政府 其實並沒有真的那麼正面的直接的面對 他們在二戰所犯的這些事情 可是整個日本社會到了民間 到了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 非常多的日本士兵有一波的運動 就是很多的士兵血混入 事實上很多後來我們知道的 那個生化武器部隊 包括生化武器部隊 華人屠殺肅清 這些其實是從這些日本士兵的 出那一波的運動裡面的回憶錄 去找到證據以及去發現 也就是說那一波 那整波的士兵的回憶跟反省 個人的反省這件事情 有造成整個二戰的 更多的事件的真相的發現 那對於我來說我就會 我很好奇就是為什麼 我其實並沒有 我在我的片子裡面也一樣 我並沒有什麼所謂的證據 證明說台灣士兵有直接參與那些屠殺 但是他們的確有在現場這件事 可能觀察到 那我只是很好奇 那為什麼在後來的這些 很多人的口述 很多人的詭異裡面 這些事都不曾發生 這是我想質疑的 作為一個個人的覺醒 我在乎的其實是 一個人他也許去到南洋 被迫去反兵或者志願去反兵都好 他也許目睹了一些 作為人性上非常傷害的一些事 然後他回來以後 他沒有任何的情緒上或心理上的衝動 想要把它說出來或者寫下來 其實作為人他會有想要的本能 但是什麼東西壓抑他那麼長久 不說不講 然後慢慢的也許就開始選擇 我沒見到這件事 那是整個社會環境造成的 而且我們可以甚至看到 很多日本士兵的回憶錄裡面 在他們的回憶 其實很多到後期他們會有一些 他們會開始思考國家是什麼 他們會開始思考 為什麼我們要效忠一面國旗 領袖是什麼 制度是什麼 就是他從最早的可能是被迫的士兵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慢慢延伸出他們真的去想說 個人跟國家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但這些所謂的審思的思辨的過程 我必須很難過的說 我其實並沒有在台灣的回憶 或者口述裡面看到 其實唯一我們說陳千五先生 陳千五先生的活著回來或者獵女犯 其實是唯一比較有這樣的一個思路 我們其實看到陳千五先生 在他早期的創作裡面 他不去隱藏他對東南亞人的某種歧視 他不去隱藏說 其實他作為一個被派到新幾內亞的士兵 他有某些歧視或者偏見的觀念 然後也不隱藏說他後來的某種懺悔過方形 所以我覺得這蠻有意思的就是說 就像你剛剛談到日本好像有很多這樣的回憶錄 在去做這種反思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即使韓國我們看到有很多的影像影片 也在做這種反思 更大量大概是越戰 好像美國的越戰電影有很多的反思 但是在台灣本身這種所謂的相對的反省 或是反思這件事情是比較看不到的 那也是比較少見 這也是你會所謂的生氣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的情緒在這個影片裡面 事實上是蠻明顯蠻清楚 所以你生氣的是為什麼大家都不說 大家都不講 可是他都不說不講 你剛剛談到一個原因是 可能遇到了228 遇到了這樣的一種白色恐怖 你覺得那個不說不講是因為政治上面的因素嗎 還是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我過去做的這件事情我就是想要遺忘 就是我們常在講說會故意忘記 或是害怕想起來 那對他來講可能產生了某種的恐懼 或是某種的不舒服 甚至如果他今天是一個加害者的話 或是一種協力的加害者的話 連他的後代連他的孫子都會覺得說 你幹嘛講這個東西 所以他應該不會單純的會是一個來自於國家的 這種系統性的控制 有可能更多的是來自於自己的認知 或是來自於自己 讓自己可以安心 或是要自我說服的過程吧 他當然有老師講的 所謂心理上情緒上 他作為一個自我心理安慰 自我防衛機制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但同時其實我們可以看 其實我們看軍夫或者士兵的口述史的整個演變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他們早期做的口述到非常晚期做的口述 你會看到一個轉變就是 在早期的口述裡面 其實受訪者是比較會有可能會透露到一些 他們可能參與的某些犯罪 或者他們可能對於當地人的某些觀察 但是到越到後期的那些口述 必須難過的說 越到後期的口述 這件事情 就開始 所有的很多的論述就開始說 控訴說 因為我們被遣返的時候 政府其實沒有什麼作為 然後回來以後 包括精力228或白控的政府 針對台積 那我們必須承認 這個東西它是演進的 它在早期的時候 大家字裡罕見是比較願意說 但是慢慢的到了後面 它似乎這些人感覺到 它有一個方向 或者說你也可以說 其實這是蠻常在我拍攝 我在台灣拍攝的過程當中 這不只是台灣 各個地方拍攝 很多時候我會開始去利用 或者說去使用我們的記憶 去服務我們現在的政治理想 對 那你就開始去選擇性記憶 去選擇說我是受難的部分 然後你也開始比較聚焦 原來我要控訴的對象是某個 某個對象 你以為的某個對象 那會阻礙 其實的確阻擾了這些人 怎麼去真正的去 失辯或者去反省自己的記憶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會以為說 身份認同某種特殊的身份認同 是建立在因為我們有 特殊的共同的身份記憶 其實不是 是我們的身份認同製造了記憶 因為我們有了某些身份的 所謂的認同的需要 然後我們去製造 或者去選擇某些記憶 去符合我們要的這個身份認同 那這是在台灣 其實不只是在 我覺得這個不只是在討論 所謂的二戰記憶上 在我拍野番茄的時候 在討論各個歷史事件的時候 其實很多受訪者 就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但是這個身份認同可能 非常相當程度是來自於國家的建構 這個所謂的這個國家 他到底建構你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你因為你在某種 可能也是一種求生存 或是你已經內化了 或者是你已經逐漸的習慣了這一套 這一套的論述 這種建構出來的論述 所以你會從你的角度去做出發 我自己在看一些白色恐怖回憶錄的時候 我也看到有類似的狀況 就是說他會去大量否定他自己過去的 因為他現在可能看到台灣 跟中國之間關係是比較緊張 然後對中國共產黨是非常的厭惡 可是他也會回過頭來去否定 他曾經參與 或者是他不會去談 他過去的那一種比較年輕時候的 某種的左翼的思想 他這個東西反而會比較少 少被討論出來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 所以他這個即使是一種個人的選擇 他也很難跳脫 剛剛談到那個大的系統跟結構上面的問題 那我想要先休息一下 因為我待會想要再繼續的跟你請教 就是說沉默不好嗎 就是說剛剛就談到說今天沉默 它是一種選擇性的建議 它可能會是某種的安心 所以你讓大家好好的活下去不好吧 為什麼要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對很多人來講 他可能是一個痛苦的回憶 當然也是一種蒼疤 但是我們也在裡面也看到說 有些人好不容易等到了你 我等到了這個機會 他可以把這些心中的各式各樣的 這種壓力或是虧欠 他可以說出來 所以又變成是形成的是另外一種 裡頭的一種對話的這種樣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過頭來請教我們的 廖克巴導演來談談 為什麼一定要說出來 為什麼一定要把這些東西談出來 那沉默不好不可以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有一天我兒子問我 二戰時 台灣士兵被派到了東南亞的戰場 東南亞 那不就是我們來自的地方嗎 的個人 故事 是 好像士兵是在那里看见了什么 或做了什么吗 让他们今天变成了沉默的人 我一天没有死都激战火到心了 欢迎再次回到灿灿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灿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还有新闻的回复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议题的时候 能够看到门道而不是只有看到热闹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介绍一部好看的纪录片 叫做有导至导 今天的纪录片导演廖柯发 也在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廖导演你好 你好 非常谢谢客发来做分享 事实上客发有一系列的片子 我上次看的就是你的刚刚有提到野番茄 我觉得那部片子也非常好看 待会去谈到你自己的生命经验 跟这种历史叙事的这些关系 现在有导至导也在台湾各地 开始做巡回的演出 所以大家可以到有导至导的粉专上面去看一下相关的资讯 不过好像这个片子好像都已经快满了 就是这个要去看的满 所以可能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放映的机会跟可能性 刚刚在前段的节目当中 除了来稍微简单的谈到了这部有导至导这部影片的一些内容之外 事实上我们也从这个影片做了一些延伸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里面 是做了某种的所谓的选择 或者是他也可能是某种的这种心理的压力 或者是来自于国家的这种所谓的建构 让大家被迫做这种选择 不管你是沉默的选择也好 或是做一个侵略者的选择也好 他都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必须要更细致的讨论的过程 那我们刚刚也谈到说其实在这部片子里面很重要一个主题是沉默 那就是大家可能会故意忘记或是害怕想起来 不管他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因素 可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们在上一段也提到说沉默不好嘛 为什么一定要大家能够去发出声音 因为有时候不愿意讲他就是不喜欢讲 或他可能就忘记 或是他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痛苦 甚至可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这种责难 他的生活已经很稳定 好不容易就已经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为什么一定要来谈这件事情呢 是 其实这是一个很相当难而且复杂的一个问题 就是沉默不好嘛 就是如果我把过去的事情切割 从此我切换下去 我就选择过我接下来的生活 但他其实也某种程度会构成某种健万症 那我们要建构的是一个健万症的社会 用某个时间点切割 这个地方之前发生的事 我们就当做都没有 那人作为尤其是不同身份的人 活在某个群体里面 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吧 因为其实海湾是一个很大德的地方 今天在亚洲国家里面 我觉得有机会有自由度有资源 去说我们要讨论转型正义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们今天要讨论转型正义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求某一方的 我们可以说接受某一方是选择沉默的 其实因为像我拍野番茄 我也接触了back home的受害者 二八的受害者这些 其实我们也常听到的一个论述是 他们会谴责说另外一方都一直在保持沉默 造成这个转型其实一直也没办法完成 那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 我觉得我们要形作怎样的一个共同记忆 而是我们今天台湾的各个不同身份的族群 选择的记忆就只是他的身份继承的记忆 我们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当然如果我生长在某个家庭里面 我的祖父被传递给我的是某种家族 或者某个族群的记忆 但我有没有能力去同理或者去知道 另一个族群的他们传承下来的记忆 跟我们这一边族群的记忆的连结性是什么 或者关联性是什么 我们才有可能去建构所谓的共同记忆这件事情 那台湾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共同记忆 还是我们想要为了服务我们各自的身份需要 所以我们继续的去选择切割的各自的记忆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知道我生长在马来西亚 那个种族这件事情一直都还是一个很严重的课题 然后包括我拍《由岛至岛》的时候 其实二战的整个 在片子里面我也提到三个民族 三个种族 其实对于这场记忆有各自彼此的不同的记忆 然后他们都选择站在不同的立场 那一直到今天为止 其实就连在马来西亚 三个种族的各自的二战记 都还没有找到交集 也没有彼此对话 不管有些可能稍微比较共犯 然后有些比较受难 有些比较共犯或兼受难 但我们也不去整理说彼此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或者连结性是什么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有可能是一个群体 就是说我们没有所谓的community 共同体就是community 是来自于communication沟通 就是你要去讲出来 或是可以被讲出来 那我们要理解之后 我们才能够变成是一个共同体 因为我们要一起生活 那如果不一起生活 当然我们什么都不谈也是可以一起生活 可是有很多被隐藏的东西 或是某一天疙瘩被变成苍疤的时候 那个冲突才会更大 可是说实在的 我觉得当然从理想上面谈这些东西都很好 可是回到现实上面 这个社会有没有办法准备好 或是有没有能力去谈这件事情 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必须要思考 也许在台湾可以 可是在马来西亚 你刚才那个种族的问题可能是更严重 那个冲击比台湾这个严重非常多 甚至某种的歧视的问题都难 难是存在的 那这个会不会 其实也会有不同的社会 它的成熟度是有一些不同 就是它准备好没有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你为什么觉得你的片子 或是你自己应该要来去 把这个东西是把它摊开来给大家看的呢 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影片来告诉大家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 其实很多时候我拍片 我不对外要求 很多时候是我先要求我自己 如果说作为一个人 我先拿的是台湾身份证台湾护照 作为一个台湾人 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记忆 有一个怎么样的二战记忆的台湾 这是我先要求我自己 那某部分我成长经验是在马来西亚 没错 那也是为什么片子一开始 我就是先对我的下一代说话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是一个 成长在健万的环境中 然后跟过去切割 然后就假装过去这些事没发生过 好像我们假装有个零的开始 然后就这样生活下去 我会觉得这个在人性的思变上 对于我们自己人性的理解上 会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我自己都会说 我对自己说的是 我拍片很多时候对我来说 拍纪录片很多时候 先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除媚的过程 就是我先抵抗自己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我今天很多时候我都会跟观众分享说 我们真的不要那么 虽然有岛制导里面有好几个关键时刻 有些人在不同的关键点做了某些选择 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去评论或者去批评他 但是其实我们更同理心的去问 这个人在那个关键时刻有没有道德挣扎 他到底有没有挣扎 而且我们也必须更同理心的去问 就算是我们今天的我们回到那个当下 我们真的有勇气跟思辨能力做出更不一样的决定 没错 这是我们要想的 而且我们必须要想过这些事情 如果在未来我们需要面对到同样的这些道德挣扎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不会重犯那样的事 这是记忆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 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其实每一个社会里面 他是不是准备好这样的一个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其实也蛮重要蛮关键 然后我们知道这部片子在台湾有很多的 有没有很多有已经几次的放映了 不管是在TIDA不是其他的现在的巡回 我不晓得在马来西亚有没有已经做一些放映的活动 我如果有的话 我不晓得在台湾跟马来西亚的这些观众 在看待这些影片的时候 在这部有导致导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反应 当然里面也涉及到日本 就是未来会不会去日本放映 然后日本的怎么去看这部片子 我其实也蛮好奇的 是对刚刚有提到那个放映场子 接下来金马会有一些会有良产的放映场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锁票 那马来西亚的 现在我们正在积极做的是 台湾巡回的放映吧 那我们明年都会开始到日本的放映的计划 那马来西亚部分我们很期待 但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去计划 当然刚刚也提到说 一个社会到底有没有成熟度 或者有没有资源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些事情 我必须说 当然台湾整个条件要比马来西亚好很多 所谓的有平台 或者有所谓的论堂这些去面对这些事情 因为之前我也提到 马来西亚这部片 不只是对台湾有某些 叙述上有某些挑战 其实对马来西亚也会有 包括片子里面提到村长 必须把一些女生挑出来 但在那个当下我们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做那个选择 像这样的一些 这方面的所谓比较黑暗论书 对马来西亚观众也是陌生 包括我们片子里面也提到 马来族群怎么样的响应 日军的号召加入军队 到底马来社群在整个二战里面的 参与程度 其实在整个马来西亚二战结束以后 很多的战争审判 我们都可以发现战争审判人 里面的很多的证人 很多的战争犯罪的目击者 其实我们可以同名字可以看得出 都是马来或者印度的目击者 对 那你就知道其实 他们可能当时扮演的 就可能是引路人 或者是贪官 那如果我们谈沉默的时候 同时我也在问 这些族群的为沉默 就是这么多年来 他们为什么选择沉默这件事情 当然其实也有个别是选择 像里面的森美兰的其中一场屠杀 其实有些马来村长 或者是马来目击者 他们是自己主动跟华人社群说 他们看到的这些事 但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 那问题是对不起 我刚刚谈到 最主要是不同的地方的观众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有一些想法 那当然这个社会是不是有能力去面对 我其实我其实蛮希望看到 或是蛮期待看到 这个不同社会里面 或者不同族群的回应跟讨论 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也是你这部片子里面 我觉得在影片里面 已经开始在去做一些设计 就是所谓的对话 就是说刚谈的是一个影像 去跟观众之间的对话 可是影片里面本身都存在很多对话 例如说加害者跟被害者的对话 然后看到不同世代之间的对话 然后历史跟当代的对话 或者是你的口述的访谈 跟史料之间的对话 那你为什么要特别去采取这种 所谓的叙事的方式 那对话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吗 就是当你在去做这样的一个 不管你从做你本身影片就是一个平台 然后你去呈现这些对话 或是看到这些实际的对话 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他非常困难 其实必须说像其中一位台籍军署 杨复禅先生 其实我在拍以前就见了他好几次 然后当他后来知道 我来自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碰过好几位老先生是讲 就是当他知道我来自东南亚的时候 他可能尤其是被访问的话 他们会选择就开始不愿意 或者很不情愿想跟我说话 那后来我排取的策略就是 在片子里面的对话 在片子里面的对话者 其实后来是我找了一位 在台湾念书的日本学生 一个女生 然后她是 她是也对历史方面有兴趣的 一个念书的研究生 那我是找她当我的翻译 我只是把问题列出来 那基本上整个访问的现场 就是她在主动想要 她问她想知道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在制造的一个 比较是一个祖孙的对话 这个对话 我很在乎的是跨世代的对话 当这个老先生 她在面对我的时候 那个身份变成是有点 比较像是共伴跟宋海 她认同的 就是她想象的 那个对话有时候很难产生 但是我找了一个 一个日本留学生来跟她对话的时候 其实杨富城先生 她想象的一个对话现象 对话 从她的语句的脉络上 我觉得她想对话的一个现象 是一个日本年轻人 或者一个可能的孙女 所以她在里面会开始否认 或者说去骂这个年轻人说 你不应该这样子记得而战 那不是真的 她是真心的觉得说 作为后代你不要这样子记得 但对你是不好 我刚刚说的 如果我们很快的去切割 所谓的加害受害什么这些 很多时候其实对话很难产生 但是如果是跨世代的 这样子传承的记忆的一个对话 它比较有可能产生 然后包括我拍摄的 其他的肖锦文先生 我找他的女儿来跟他对话 这个对话就有可能进行 我今天真的拍这部片 我不是在于说 控诉谁有罪谁无罪 而是我很想告诉年轻世代 要怎么记忆这些事情 是我们的责任 作为一个片子里面 像日本翻译的女学生 他当然他在听他祖父很用心的 跟他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是作为年轻人 作为更年轻的一代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现场 其实这个翻译的日本女孩 比我更生气 他在现场的情绪是更加的有失控 因为他会开始跟他的长者说 你的记忆是出错的 你记得某些东西 现在已经证明不是那样的 我觉得我们作为新世代的年轻人 我们要有能力继承了主父辈的记忆以后 然后我们怎么连结彼此 我们怎么去试辨彼此的记忆的落差 历史教育这一块 其实一直是我拍这部片的主要的目的 我跟蓝老师接下来也会继续发展 因为片子5小时 老实说非常长 然后对于高中生、国中生 那是很吃力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会做的就是 我们会把片子切成不同的段落 只有20到30分钟的片段 然后会让历史老师们可以去使用 但是历史老师们使用这些段落 其实他不一定是着重 只在讨论二战或战争的 其实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议题是可以发酵的 像海外台湾人讨论的就是移民 当时的移民这个课题 那当时的移民是怎么想象他们的 他们怎么生活 其实在二战来以前 有一帮人对国籍的想象是相当模糊的 但第一次接触国籍其实是很暴力的 像台湾人今天是非常暴力的 他们才知道国籍是足以影响我的人生的 在那之前其实对于国籍的概念 就只是一个好用或不好用的护照而已 那其实我们也会设计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上面就会有这些片段 同时我们会鼓励不同的老师他们 可以用这些片段发展他们自己的教案 然后教案是可以上传 然后在这个网页是属于共享的 但是当我说老师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台湾老师 我其实我们也会推广 希望日本方面 其实他们已经有做这方面的 政府跟日本教育界 其实有不同的落差的 虽然政府的所谓的国民教育 是有些课本是否认二战啊什么 但是私立学校 其实是他们是很积极在做 让下一代知道这些事的 在日本 那他们其实已经有这些基础了 所以他们讨论这些事情 是可以很快的衔接上 那我们也希望在马来西亚当地的历史教育 也会衔接上这一块 那我一直很大的一个期待是 这三地或者不同 也许可以获生更多不同的地方 当我们再次想象历史的 或者去学历史的时候 不一定要那么的国家动心 他是不是能够是不同群体的 或者跨国界的去想历史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就是回到一个人的本身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在谈说 其实当你放在那个架构底下 你会怎么做选择 你的选择会比当时的人会做得更好 那所以他就不是一个纯粹的 因为这个 这个其实如果他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个人问题 他是一个某种的框架 可是要回到的是这个本身 这个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去做选择 其实他是某种的趋力 所以他没有什么绝对的好 或是绝对的不好 所以对你来讲 你其实更希望透过这部影片 事实上他的对话是可以让不同国籍的小孩 他们可以跟历史去做对话 他们可以彼此之间去做对话 所以你刚才也提到 你目前已经在做类似的这种规划跟安排了 是我们有刚刚我提到的这个网站 然后叫按的设计 然后其实我在像刚刚有提到 我在看我在制作这整部影片的时候 我很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我不想看完这部片以后 继续陷入分化或者对立 或者看剧之道这些事情 所以像我看了一些所谓的德国历史教育 他们在怎么教导 年轻人知道德国的这些过去的历史的时候 我记得我曾经在一部纪录片里面就看到说 一堂课里面 然后那个老师就开始 他先要求各个学生回去做家族的记忆的真理 就是你的祖父在二战的时候是什么角色 他参与了什么 或他扮演了什么 大家要知道 即使到今天 德国还在努力做 有些家族其实还是忌讳谈祖父辈在二战的角色的 直到今天德国的家庭 他们会希望回去祖父辈 但同时他们这些学生回来以后 那个老师让这些小孩配对 那个配对的对象是 也许这个小孩来自的是犹太家庭 那个小孩来自的是德国家庭 然后他让这些小孩去配对以后问彼此问题 那我的确在片子里面看到一个小孩会 他们会问出很多很好的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例如一个小孩会对着另一个小孩说 意思是说你的祖父当时是想杀我祖父 为什么他想杀我祖父呢 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怎么样走到那一步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这是 这个就变成是我们不是只是在去执着 你知道一直去执着说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什么是真相什么 他在建立一种说 这两个人是有关联的 这个年轻世代的想象的 在建立的是一种共同的 共同的某种记忆 就是有一天这个犹太小孩 他说我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记忆 不是只有我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记忆 也包括了另一方的记忆 然后在全方的这样 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们必须承认 他们的历史教育 做到了某种成熟度 是我们今天还没看到的在台湾 我觉得这蛮重要 就是一种其实人跟人之间 不可能永远的隔离 然后其实这种隔离也不应该是因为 过去的记忆 或者是过去的冲突造成的隔离 活到当下 活到当代 人跟人之间要怎么相处 可能要把这个历史的盒子 去把它打开来 然后懂得怎么去学习 怎么去面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导演 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 不是只是把这个历史尽可能的 从不同的角度 因为这里面真的是多样的角度 不管是被害的 或是国籍 或是在一个国家里面 不同的种族 我觉得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他不知道把这个东西去提出来 而且可以看到一个更重要 是说 贴开之后要干嘛 打开之后要干嘛 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也蛮推荐大家 真的要去看这部片子 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刘导制导的这些粉砖 让我们去知道这片子的放映时间 然后虽然五个小时 说实在 我是一口气看完的 我真的不觉得五小时好 就不会 就是因为很多的很顺 然后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讨论 然后里面有很多 不是纯粹的访谈 包括指质局 包括重演 包括一些历史的档案 就是光是影像也都非常非常的丰富 是是 我其实在制作过程当中 我是在乎我要keep to 观众的attention 他要永远的有足够的注意力 然后足够吸引观众持续的看下去 所以我像管老师提到的 我也用了直直居 然后片子里面也用了很多的老歌 然后不同的声官校服 声音音乐各方面 然后我也看 我们也看到不同 这些人虽然在片子里面 很多时候都是 里面当然有很多moment是很心痛的 非常难过的 但是其实这些人在二战经历前 来临前 他们也快乐过的 对 包括Simon 片子里面其中一位 Simon他的祖父 杨树木 他是作为一个乐手 从台湾移民到马来西亚的 然后和当地的女孩结婚 然后参加乐团 那只是因为二战来临了以后 他就日本军队来了以后 他被军队征用 因为他会说日语 他因为会说日语 也会说当地的福建话 然后就成为同意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 就卷入了这场战争 其实如果看资料的话 当时有蛮多的台湾乐手出众的 因为日本 那时日本的殖民 因为很多的歌仔系 就是因为政策的关系 很多乐手他们必须离开台湾 去南洋地求生 那我猜测杨树木也是其中的 这样的一个原因 而且他就从原来的这里的音乐传统 去到 我发现就是他去到南洋以后 很快的就衔接东南洋的音乐 然后就开始学当地的crown tone 然后爵士乐 那其实 Simon这一段很精彩 很好看 其实今天他的孙子跟我 介绍他的祖父的时候 他会说他是音乐天才 对他的记忆就是 以前他有留下很多黑叫唱片 然后很多里面就是台湾的台语歌 然后不同的音乐 但后来其实 因为事情发生以后 他们家族很 很看距离的这个人 然后很多他的遗物什么都丢掉了 但是这个孙子是记得他祖父是一个音乐天才 然后crown tone jazz各种音乐 我都一直尽量的想 你知道我不想让那些人局限在只是一个身份的想象 他们是具体的一个人 他们有喜欢过某些音乐 他们有爱过他们的家人 但他同时也可能是 因为他后来是被迫成为通义 那我们从战争审判里面也看到 其他的目击证人就会提到说 他其实是某种帮凶 但Simon是我必须说他是 他愿意接受我的访问是非常勇敢的一件事 他中间也经历过很多的 情绪上的挣扎 然后才决定受访这件事情 这部分真的很不容易 这不只是大量的史料 然后光是跟这些的互动沟通 然后怎么样让大家很 在一个比较自然 或是在某种情绪的状况之下 可以做出很多的表达 然后还有很多的 这种影像技术在里面去衬托 或是做衔接 甚至我都觉得每一个转折 都会让你说 还有下面这个想法 还有下面这种观点 原来不是只有这样子 这就是我觉得好看的 就是说五小时真的很短 一下子从一个大地上 真的很短 他不是很长 而且其实你可以很顺顺的看完 是非常推荐 大家真的要去看一下 有导至导这样的一部片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 非常谢谢 廖科巴导演来跟我们做这些分享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